2月5日是北京冬奥会正式比赛的第一天 中国体育代表团把夺金的重任 放在了短道素华混合接力赛 短道素华一直是中国冰雪运动的强势项目 在冬奥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总共获得13枚金牌 其中短道素华就占了10枚 占比76.9% 短道素华混合接力是北京冬奥会新增的项目 由男女各两名运动员参赛 总共华2000米 由范克星、徐春宇、任紫薇和武大镜 代表中国队出战 以2分37秒348的成绩 获得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的首枚金牌 同时这也是本届冬奥会短道素华项目的首枚金牌 中国队这枚金牌来得不容易 这个项目分三个阶段 首先是预赛 12支队伍分成三组参赛 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 成绩好的两个第三名也晋级 第一阶段中国队与韩国队 意大利和波兰队同组比赛 中国队一小组第一顺利晋级 晋级的八支队伍进行半决赛 半决赛中国队表现不佳 只排第三 好在前两名美国队和俄罗斯奥委会队 在比赛中有犯规行为 直接被取消成绩 中国队幸运晋级决赛 决赛中国队前三棒表现很不错 占据了很高的优势 最后一棒的武大镜 由于参加了太多比赛 后面体力跟不上 被意大利队追了不少 好在武大镜还是第一个冲过终点 中国队滑出了2分37秒348的成绩 由于短道肃华混合接力 是第一次进入冬奥会 这个成绩就是冬奥会的新记录 中国代表团夺得北京冬奥会首枚金牌 夺冠那一刻 队员们疯狂庆祝 场边的教练团队也很兴奋 队员和教练员相拥庆祝 赛后队员接受了采访 任子渭一下子不晓得说什么 实在是太兴奋了 他说 我无数次幻想 我站在这该说什么 说很多 但是其实到这也没啥说的 就是高兴 范可欣非常激动 我等这块金牌等得太久了 由于刚比完赛 心情又很激动 又戴着口罩 范可欣气都喘不过来 武大静贴心的帮他把口罩拉开 范可欣深深呼了一口气 武大静又给他戴上 范可欣继续说 我永远相信我们的团队 感谢国家 所以那一刻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我们做到了 由于太激动 范可欣多次哽咽 眼睛都红了 老将范可欣在国家队待了一二年 对国家队有很深的感情 他相信国家队 相信队友 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 武大静接受采访时 竟然有点哽咽了 他激动的说 也是非常解气吧 这四年经历太多了 今天第一天圆梦了 说着说着 武大静竟然哭出声来 他赶紧用手遮住了眼睛 范可欣在旁边抚摸着他 控制一下他激动的心情 任紫薇在旁边大笑 为啥就我高兴了 可恶可恶 中国短道速滑队 夺得混合接力的金牌后 教练员们也很激动 他们趴在桌子上 与队员机长庆祝 有教练甚至跪在桌子上 就是想第一时间 与队员拥抱庆祝 教练员里有两位比较特殊的人 他们就是 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 金善台和技术教练安贤珠 这两人都是韩国人 但安贤珠后来改籍 只能算韩裔教练 这两人都有辉煌的履历 在2004-2006年 即2010-2014年两个周期 韩国人金善台 先后两次在中国长春执教 培养了周扬 韩天宇 梁文豪等名将 金善台很熟悉中文 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还能写中文 2014年金善台 被韩国兵鞋召回 任短道队主教练 平昌冬奥会金善台 带领韩国队拿到三金 一银二统的好成绩 2019年6月 原教练组组长 王蒙诞出国家队 金善台开始负责 中国短道队的日常训练 后来成为了主教练 技术教练 安贤朱经历丰富 安贤朱出生于1985年 2006年 他在都林冬奥会上 获得三金一铜 由于伤病等原因 安贤朱未能参加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后来又与韩国队新生隔阂 在俄罗斯邀请下 于2011年12月入籍俄罗斯 并改名为克多安 他以俄罗斯运动员的身份 参加了2014年索契冬奥会 又获得三金一铜 他在两届冬奥会 获得两金二铜 实在太厉害了 2020年4月安贤朱宣布退役 后来担任 中国短道速滑的技术教练 这两位教练 对中国的短道速滑 帮助不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